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Wing Cloud 跟大家看一下新的塔里克Taric的重造 暫時都是在PBE測試服的階段 所以所有東西都未作實 Taric的被動技 就變成你用了一次技能之後 你下兩次的攻擊就會加快速度和加強 根據你的裝甲值造成額外傷害 新Taric這個Q技 就是一個群體的回血 你按下去 就是群體的回血 它就是 會用一個 儲器的系統 如果你儲了一塊石就可以用 但是 它根據你儲的石的數量來治療 所以上限儲三塊 每塊都會分開有數值 新Taric的W技和舊的一樣 都是被動時有額外裝甲 但是 你就可以主動用一個 隊友 令到他得到他生命百分比的盾 新Taric的衣技和以前不同 就不是一個定點的雲 是一個群體的雲 但是需要儲器 例如你這樣 然後儲1 2的雲 這個重造的塔里克的大技 就是淫槍了2.5秒之後 令到他和身邊的人變成無敵 這樣就無敵了 類似是海爾的大技 順帶一提 Taric的W技 你連接了一個人之後 你用的技能 所有技能都反映他身上 例如Q E 以及大技 都是會的 總結而 Taric英雄的重造 是很適合用support 但是他的 這個W技 你用的時候 又不會破了你的盾 因為破了你的裝甲光環 比起以前更加靈活 E技 雖然不是可以追人 一輩子的定點雲 但是 一個細技來說 群體的雲 是十分之好用的 Q技 也是一個 群體的治癒 比較容易使用 因為按下去便可以使用到 而且 W的連結 你的ADC 令到你一定保證 你可以 回到你的ADC血 今次 新的塔里克重造 就講到這裡 有機會 我下次再見